小生 廚師 開工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生廚師 開工啦 今天我們就應這個節開工的話 那下次當然也要一起開工啦 我們今天準備做一些分工的動作 過年期間被買走太多蝦了 今天順便剛好把這些育成的缸子來做分工母 順便來做個教學 之前也有拍過分工母的影片 那這一集我想要再做一次更細微的解釋 讓大家來更容易輕鬆的分出男生跟女生 分男生女生非常的重要 分男生女生的尺寸都在1.5左右 所以我才開始做分男生女生性品以及篩選下一代的種蝦 從這些選手們來做篩選我們下一代的種蝦 今天要做的工作很多 這一缸 這一缸 還有這一缸 這一缸已經偷偷的再給我發行了 現在公蝦正在亂竄 跑來跑去的 現在來找母蝦 如果在這1.5公分我們沒有把公蝦造出來 那公蝦太多就容易造成了母蝦的被欺負 這種畫面慘不忍睹 所以一次母蝦被五六隻公蝦圍找 母蝦都會虛脫 然後就擠去了 所以今天的工作就是開工 當然就是要讓他們生滿 我們要先選出優良的種蝦 他從這些蝦子來做篩選 我現在就來做篩選的動作啦 開工啦 順便教大家來做公母的分別 準備一隻蝦髮然後加碗 然後再來準備兩個杯子 一個專供的 一個專母的 我習慣男左女右 我們挑公母的時候可以以公蝦的特徵喔 前面那兩條蝦非常的長 公蝦翹起來的朝鮮蝦非常的長 如影片這樣子 那母蝦呢 母蝦的朝鮮蝦就沒有像公蝦那麼明顯 比如像鏡頭這裡一隻 跟剛剛那個比較起來 是差很多呢 而且朝鮮蝦的部分 比較短 這個是確定是母蝦 因為牠已經爆彈了 現在我發現牠肚子裡面黑黑的嘛 爆彈的母蝦 我們就有的人去做篩選 一般在我們的魚缸裡面呢 也會發現有時候看虛會很不明顯 那我們可以藉由手電筒 手電筒它有輔助 當打到虛的時候它會有反光的效果 我們來試試看 是不是有這個效果 是不是更明顯呢 大家有看到虛嗎 虛它就會反光 反光之後就會變得更明顯 可以利用手電筒來分工 很方便的工具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我們可以利用黑色的板塊 或者是沉木以及水腰筋 做黑色的背景 當黑色背景出現的時候 我們的虛也會非常的明顯 是不是 現在我把壓克力板放在一起 是不是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虛呢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測量這種方式 來做新手們的輔助 手電筒打光 從上面打下去 以及壓克力板放在蝦子的背後 就可以容易取得公母的分辨 那接下來 是不是就要把設計鋼來做分類 真的是想很多 今天的工作可能要 有得搞啦 等於又要搞到半夜啦 你們給我加油 按個讚 我來做處理 現在 在把我們剛剛所撈出來的 公蝦母蝦 放到該有的公蝦缸 這一缸是叔叔用來集中公蝦的 每個把公蝦都集中在這裡 這一缸是我集中母蝦的 我們把母蝦也都放下去 分一個公蝦缸跟一個母蝦缸 這個關鍵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們的蝦子也希望說跟叔叔一樣 每一隻做起來都這麼漂亮的話 那這個動作一定要去做 我們先把公蝦集中之後 再從這些公蝦裡面去挑出 你覺得最優秀的公蝦 在我們的母蝦缸裡面去篩選最優秀的母蝦 然後來做配種 這樣呢 我們的蝦子就可以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漂亮 那篩選的過程就依個人喜好 有些人喜歡篩選顏色 有些人喜歡篩選體型 要篩選的過程中 全部把它集中起來來做比較 更具有比較感應 你看光一群蝦子在一起 它們就有落差 這樣我們就可以從這些公蝦裡面 去篩選優秀的種源 下次就會越來越美麗 當然母蝦也是一樣喔 母蝦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們要從這些母蝦裡面 去篩選出優秀的種源 比如像這一隻母蝦 我就看張眼了 你看它的殼非常的厚 非常的紮實 所以不是每一隻母蝦都可以適合拿來當種 當然只是玩玩的話 叔叔是不介意 只要蝦都可以生 那也如果你們希望說 自己的架子每隻蝦都可以這樣擺很漂亮 那必須要做這個動作 這個小屁股就給你們教囉 那我等一下再篩一缸 起來我們的新陳種 你的缸子銀準備好了 叔叔要篩出來的棒子的缸 現在我已經挑選出 那這裡面是50次 通常兩尺缸的話我都是大概50隻 公母比例通常1比4或1比5 這個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們再把它放到缸子囉 發大財囉 發大財囉 這就是你們的新家 好加油啊 那廣東接待就靠你們了 那這些就給大家玩家們做參考 這是我另外一期篩選出來的總風總母 給大家做參考 因為太亮的話很難看到細節 這一缸的蝦子 拍蝦子拍到的時候也必須要把光線表按 不然很難看到這些細節 那每一隻都是極後殼 這就是 像是篩選出來的 都可以看到這些輪廓 這些都是叔叔的總蝦缸 這蝦子都很漂亮 很白 讓自己的蝦子一直漂亮下去 那記得做這個動作 這一缸也是叔叔的公蝦缸 我最近在做白區 所以把一些白區缸的蝦子 公蝦都集中在一起 你問這個找嗎 這個叫綠絲龍 我前陣子無聊亂搞亂搞的 很酷吧 這個很簡單 喜歡的下面留言 如果留言的人夠多 我來教大家怎麼培育這個 今天分公母 我米蝦也很適合這個方式來分公母 下班啦下班啦 各位晚安 恭喜發財 祝大家 近年一年順順利利 開開心心 我們很明顯 都會有些人 可以看 其他人 還會有些人 每個人都會去 我們看到 他們有些人 會有些人 都會有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